声音就对了 这个声音就对了 喔!出来了 哈啰大家好,我是依峰Chris 前阵子我在Ttop上面或是抖音上面 常常看到有网红在推荐 所谓的华强北六件套或是四件套 这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属于iPhone的一个配件 那基本上它就是 就是蘋果的山寨屏 它裡面有MagSafe的充電器 然後還有行動電源、手機殼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直接在拼多多上面找到了華翔北的六件套 那這是頂配版 就是它裡面有 MagSafe的行動電源 MagSafe的無線充電器 然後還有手機殼 也是有MagSafe的 然後充電器、線、還有一個AirPods 那我從拼多多買回來的價格 這個呢是大概159人民幣 換算台幣大概是690 那我去官網上面看了一下 如果全部都是正版的話 大概需要多少錢 那我在官網的Apple Store按了一下 全部原價的話大概要13000左右 就是12940 那這些配件呢我剛好幾乎都有 但是我沒有透明版 它好像裡面是附透明版的 MagSafe的充電殼 我的話是皮革套 AirPods Pro 然後MagSafe的行動電源 然後MagSafe的無線充電器 這邊 無線充電器 然後還有 這個20W的充電器 以及 Type-C對Lightning的充電器 所以這些配件我全部都有 還有一個iPhone14 Pro 那今天主要來看一下 它們的相似度到底有多高 那看看這個山寨屏到底是A貨呢 還是說是一個低配版的 就是質感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看看看看吧 首先第一個可以吐槽就是 它上面是寫這個 FOR IP14就是iPhone14 但應該是寫iPhone14 Pro 那這邊就是寫配件 GIFT BOX TOP MATCH 就是比較好的版本 然後這個正面 這個正面跟背面完全是反過來的 大家有看到嗎 正面然後 它的背面是要這樣反過來看的 那裡面就是六件套 就是最頂配版的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 他們三在做得怎麼樣吧 聽說這個在華翔北 賣得非常非常好 它送來的時候 就是有點皺皺的感覺 有被撞到 OK 首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行動電源好了 這個質感 這個重量 因為它還亮紅燈了 為什麼它一開始亮紅燈 首先它後面沒有蘋果的 Logo 它後面是沒有蘋果的Logo 正版的話呢 是有蘋果的Logo的 大家看一下 正版是有蘋果的Logo 然後背面 也有一點點色差 正版的白色很白 它是有點淺藍色 我們先從這個開始看一下 看一下吸力怎麼樣 吸力完全不行 但是有動畫 那我們再給它看一下正版 正版的吸力差很多 正版的現在也沒有動畫了 它可能只有第一次吸的時候會有 磁力差很多 磁力差很多 那我們看一下重量 正版的比較重一點點 我們來測一下重量好了 首先是山寨版 山寨版是80克 那正版 正版是113.4 正版跟山寨版大概差了33克 所以 倒板其實用手摸起來就特別的輕 那待會兒我會把它拆開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接下來看 充電器 好輕 這裡面 根本就 很奇怪啊 這個重量超不正常的 這是山寨版的20W充電器 這個是正版的 這個是正版的 外觀來看的話 幾乎看不出來差在哪裡耶 色差也沒有 幾乎沒有色差 但是底部的這個顏色跟做工就有差了 蘋果是完全平面的 那也有蘋果LOGO 它的是沒有蘋果LOGO 但是大小的話也差了一點點 但是猛一看的話其實你是看不出來的 這個20W充電器 但是重量差很多 我們來看它重量差別 山寨版 山寨版是33克 33.8 我們看正版有多少 60也是幾乎差了一倍 正版的裡面有比較 比較多的那些保護機制吧 這個可能沒有什麼保護機制 裡面超級輕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MagSafe的充電器 這個做工明顯 差一點點 如果沒有買過正版的 可能會覺得 應該會覺得不錯 MagSafe 這怎麼搞得很像電話線一樣 正版的白色也是比較白 然後它的白色比較偏藍色一點 但是 後面這個金屬的材質 正版的比較平滑一點 然後 山寨版的比較粗糙 線的話有點分不出來 線有點接近 中間這一塊也是 正版的磨砂 做的質感做的比較好 山寨版它做的比較有一個落差 有個斷差在 就是它高低差是有的 做工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我們來看一下重量 真的跟電話線一樣 山寨版是 32克 正版的話是52克 52克 所以全部下來都是正版比較重一點點 但一定就是做工的問題 它裡面用料的問題 待會這個MagSafe 我也想拆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線圈長什麼樣子 好這個是山寨版的MagSafe 然後接下來 這個是Lightning轉Type-C的線 看一下重量 14.5克 我們來看一下正版多少 這個我用了一段時間啦 所以有點髒髒的 山寨 正版的是18.9克 所以又差了4克 不管怎麼樣 正版的一定都比較重一點點 但是這兩個 放在手上比起來就是有點 察覺不到 應該是察覺不出來 因為它們兩個做工 絕對看不出來 弱也是看不出來 再來的話 是透明殼 用這個裝看起來就弱弱的 那這個就沒辦法比較重量啦 因為我沒有一模一樣的殼 但是這個質感的話就 沒有很好 它有個保護膜 看我可以把它撕掉 撕掉膜之後我覺得質感還不錯 我們先來看它有沒有動畫好了 沒有 沒有 它是沒有 原廠殼那個動畫的 看它吸力怎麼樣 吸力好弱 如果是山寨對山寨的話 吸力很弱 這個完全沒辦法掛住手機啊 對完全拉不起來 如果是正版的話是可以連帶手機拉起來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吸力 完全就是個悲劇 如果是正版來吸 倒板的話呢 喔就可以 正版的吸力就很夠 正版可以 這個山寨的MagSafe的吸力完全是不夠了 用它的話一定馬上就噴掉了 目前有動畫的話是這個MagSafe的行動電源 這個殼的質感就滿普通的啦 就是也不差 就是透明殼 堪用啦 堪用 接下來最後一個 六件套的最後一個就是 AirPods 680裡面還有附AirPods 還滿划算的喔 這個大小 跟AirPods Pro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它的做工也是完全不行 它是完全沒有切齊的 喔AirPods 3 它裡面附的是AirPods 3 OMG 其實 做工不錯耶 這個外型看起來是很好的耶 不差耶 它吸力怎麼樣 吸力也不錯耶 哇這個 這AirPods搞不好是裡面的CP值最好的 我先看看它有沒有動畫 如果有動畫就真的厲害了 看有沒有動畫 沒有動畫 嚇死我 如果它有動畫就太扯了 欸有有有 WTF 它有動畫 我看了什麼 它的AirPods 3有動畫 這是山寨版的耶 哈囉 山寨版的有動畫 嚇死我了 這個裡面可能是最 最扯的一個配件耶 619裡面還有AirPods 3 我先來聽一下音質好了 先來連線 無法驗證 還是躲不過蘋果這一關啊 無法驗證 但還是可以連接啦 音質完全是不太行的 就是那種夾娃娃機會夾到那種耳機的音質 但是 它有動畫 低頻啊高頻都是很雜的那種聲音 好接下來我想要驗證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充電器到底有沒有達到20W 所以我準備了這個電流檢測器 那我就把它插上去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有沒有達到所謂20W的充電 好我現在另外準備了一台iPhone 13 Pro 那現在電量大概是27%左右 所以理論上一定是可以觸發 20W的快充 那我們就用山寨版的充電器加山寨版的線 來看看可不可以觸發 好充電 目前的話是5V0.4A 大概是2W 一直都在2W而已 哇這個充電器只有2W啊 完全沒有達到20W 完全差了10倍啊 有點慘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正版的話 會是怎樣的畫面 哇電池聲耶 夭壽喔 這個山寨充電器我真的不太敢用 我先把它掉好了 剛剛插去的時候有一股很奇怪的聲音 我等一下把它銷毀 正版的話馬上是9V2A 所以是16W 差不多就是可以達到20W 這就是正版的充電速率 差距很大 山寨版你不要看它寫20W 真正的功率大概只有2W而已 那真的不知道會充多久 所以呢這個華香北的六件套裡面的這個充電器呢 不要妄想它有20W 而且剛剛線插上充電頭的時候 有一個很奇怪的電磁聲 我等一下把它拆開來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我買了這個六件套的時候 基本上我就不打算使用它們了 因為我覺得會有很大的安全的疑慮 所以呢我現在把它拆開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是 是裝著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它裡面是裝著什麼樣的電池 然後還有充電頭我也會拆開來 還有MagSafe主要拆這幾個東西 那這個AirPods 3的話我就不打算拆 因為這個可能會有點麻煩 好我們直接來拆MagSafe吧 好我準備了護目鏡跟手套 因為裡面有鋁電池 所以如果我不小心刺穿鋁電池的話 可能會造成噴火或者是爆炸 基本上不會爆炸啦 可能會是噴火的狀態 但我基本上會小心一點不要去觸碰中間的位置 我主要是拆殼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好我們來拆MagSafe的殼吧 可是很輕鬆就可以掰開好扯喔 這樣就掰開了 這個做工太可怕了吧 這樣子就開了 太輕鬆了吧 裡面超簡陋的啦 這什麼鬼啊 裡面有一顆鋁電池 它燈還亮著 有點可怕 我這邊看有沒有網路上有一些正版的MagSafe的內部圖 我放在旁邊 給它對比一下 那這顆鋁電池 它是很基本的雙面膠 就這樣子 一顆鋁電池 看不到它的型號啦 然後線圈的部分 裡面就是一堆雙面膠 不愧是山寨版 這就是它的線圈 這線圈看起來質感還不錯啦 是銅線的 這是一個 好像也沒什麼電龍電阻可以去保護它的那個電流 看起來是很普通的 好 裡面大概就長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細節 就是山寨版的MagSafe的內部圖 還有無線的線圈 也是雙面膠 就這樣子黏著 就這樣子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拆 20W充電器 我們來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我們一樣從這邊好了 我猜這個裡面應該也都是 欸 靠腰 這個是不是正版的 我是不是拿錯了 我猜你猜到正版 裡面寫5伏3A 9伏2.2A 其他根本打不到 它裡面就只有5伏0.6A而已 好 我們再拆開來 又出動我們的切割器嗎 接下來就是比較危險的環節了 這邊有準備一個小型的切割器 那 那 防護措施都有做啦 基本上我就是把旁邊給切開 看可不可以把它 撬開這樣就好了 好 我直接把它對半吧 聲音就對了 這個聲音就對了 好 出來了 出來了 好 這裡就是裡面的電路板 看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看起來好像滿正常的 但是可能跟正版是有點差 我去上網找一下正版的 內部圖長什麼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對比 其實應該拆掉前後殼就可以把它拔出來啦 但是無從下手所以把它切開來 好 裡面大概就長這樣子 反正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打算用它們啦 所以破壞掉我是覺得一點都不心痛的 再來最後一個MagSafe MagSafe要怎麼拆啊 都金屬的 一樣 我們一樣暴力解決好了 它磁力也不夠 所以我大概率拆它是沒有下面的那一環 所以難怪磁力會不夠 先看看可不可以從這邊直接下手把它撬開來 非常輕鬆 太輕鬆了 沒有什麼難度 它就是一個貼紙耶 這個是 雙面膠加一個塑膠片 跟我想的一樣 完全拆對 銅線圈 沒了 拆開來 雙面膠 滿滿的雙面膠 裡面長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這個是山寨版的 MagSafe充電器 銅線圈 然後電路版 沒了 好啦 它就是今天的iPhone的華強北六件套的開箱 那 其實外觀上 看起來是真的都不錯 還有它的用料 它的塑料殼 它的金屬 整個的外型尺寸 都非常接近正版的 但是拿在手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它的重量完全不一樣 就是首先 前提是你要擁有正版才可以 呃 察覺的出來 這東西不太對勁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碰到這些東西的話 你一定會覺得它應該是正版 所以外觀上你是分不出來的 但是重量上你可以 感覺出個端倪這樣子 那在內部呢 我先拆開來這個 MagSafe的行動電源 它裡面的話就是非常簡陋 一顆小的這個離電池 然後一些簡單的電路版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沒有任何的保護機制 如果你今天是貪便宜 買這個東西回來用的話 其實 會非常的危險 那它電池會不會膨脹 都是一個問號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充電器 我剛剛也有測試 它標榜是20W的充電器 然後上面的數值也都是寫 5V2A 9V2A 但實質上呢 它大概只有2W的功率而已 那裡面的構造呢 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也不要貪便宜 就是盡量去買正版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 MagSafe的無線充電器 它也是很簡單的無線充電群 那其實今天讓我覺得最扯的是這個AirPods 3 它居然有這個配對的動畫 但是它沒辦法透過 就是正版的這個系統去配對上啦 但是 這個有配對動畫我覺得蠻厲害 代表它裡面的一些 那個程式碼 它是有對上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音質 音質就是 完全是不行 很糊很雜 那就是大家想像的那種 娃娃機裡面會夾到那種 一兩百塊五十幾塊那種耳機的聲音 那做工的話 外型的話其實還不錯 不差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 華翔北六件套的開箱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不要忘記按小鈴鐺 那我是一封クリス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